大家好 批评书 昨儿做了一期普京 惊人的惨败 出师不定 很多人还不同意 觉得不康 现在你在网上看到的信息 都是深层政府友谊的主导的 比如说你能看得见 乌克兰打架了多少俄罗斯的飞机 打死了多少士兵 但是你看不见乌克兰的损失 没有人列表 这一看去是带节奏的 对不对 对 这个战争 我跟你说 背后都有一双黑手的 这个时候用黑手这个词是对的 我跟你讲 人类时候有些人有些大老 比你想象的坏得多 但是问题是 架不住有些人蠢 是不是 普京你为什么要打乌克兰呢 你这会儿打他干嘛呢 所以我们有很多重要的消息 我们看到了 基本上证明普京真的不行了 真的是出师不定 然后几乎是惨败 有几个最典型的现象 第一个就是中国人的反应 你看中国人 中国人因为习毛子 他是跟普京绑在一条战车上面的 这个世界最渴望 最想看到普京大活全身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如果看到普京打赢了 那普京一定是灰势西去 是吧 整个欧洲踩于马下 结果普京失利了 所以西包子非常失望 他只能是偷偷的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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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了 他攻打台湾的这么一个念想 是吧 所以你看到这个中国的大使馆 就驻乌克兰大使馆一开始说 这个他们说这个北京的人说的 说这个什么 他们认为普京这么强大的 这个什么俄罗斯的军队 战斗机是不是 战队一天就能踏平乌克兰 最多三天就能搞定 结果没想到哪有那么容易 是吧 结果没想到 完全是出乎他们的判断 所以他们一开始说 你们这些在乌克兰的中国的人 我们没有打算把你们转移出去 因为没问题 没问题伤不到你们 如果你们遇到有什么事的以后 你们就是什么挂你的这个什么 中国的国旗 是吧 亮出你的中国的这个护照 为什么呀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你你遇到困难 遇到麻烦 一定是俄罗斯人在看你 在在弄你 是吧 你你举出你的国旗 看暗 你是中国人 俄罗斯的大兵就放就放过你的 是不是你就没事 结果昨天出来消息了吧 说千万千万不要酿民身份 所以现在在乌克兰的很多个孙子 很多个中国人 人家问他你是哪里人 我是日本人 我是韩国人 我是日本人 我不是中国人 而且大使馆失联 大使馆都关闭了 联系不上了 你这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想去联系大使馆 你避难的话 没可能 你根本就电话打不进去十年了 从这个事情你会发现俄罗斯肯定是掰的不像话了 否则中国这帮孙子这帮鸡贼的人他不会这么玩的 知道吧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的重点啊 就是就是这个什么 普京过早的亮出了他的这个底牌 用中国的诚意的话讲就是什么呢 就是穷途末路 穷途末路的人就是什么 就是发疯呗 发神经呗 还有就是前女什么什么鸡穷 是不是 昨天终于说话了 我告诉你们 我们的核武器的整个核部队 处于一级的反应状态 随时准备出征 要踏平你了 我要让你们每一个地方 都能承受 你从来不能承受的 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痛苦 那么就是核武器呗 所以全世界都听到了啊 全世界都听到了 俄罗斯的核武器的部队 处在一级反应的状态 随时有可能发动核大战 又有我去 这个东西 你有这个武器是可以壮胆的啊 核武器它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给自己壮胆了 但是你打这个东西 你一旦动这个东西 你就没有退路了 你知道吗 就是它是最后的一招 你才打几天呢 是不是 你不能游逼用吗 你才打几天呢 你为什么这会儿就放出 要用核武器呢 你不是开什么国际玩笑呢 是不是 就说明它真的不行了 你明白吗 就彻底就疯了 知道吧 真的 它就疯了 这个 我为什么说普京彻底疯了呢 有三个原因啊 第一个呢 是有可能 他这一二十年来 就他已经在俄罗斯 没人搞定他吧 这个权力熏天你知道吗 他基本上已经完全处于一个失心疯的状态 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控制他 可以做可以这个制衡他 他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无所谓知道吧 人处在这种情况下 别说是他了 就是你跟我 你都会疯掉 就咱就把话缩小 就是你在一个家庭里面 比如说你有几个孩子 你有一个老婆 有几个孩子 上面有老下面有小 完了以后你就是一大王 你放个屁 你的孩子是爸爸 你的意思是说不吗 是吧 这时候你就已经疯掉了 是吧 你失去了基本的判断 你这还只是小小的一个家庭 你只是个家长而已 你要是成为俄罗斯的一个总统 你熊兵百万 完了以后那么辽阔的疆土 然后这些年全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你早就疯了 全力让他已经失心疯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什么呢 就是普京这个人 一直以来 我是对他们多多少少有点期待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是为一帮左倾的疯子给控制 这个时代在普京没有打乌克兰之前的最大的疯子不是普京 是什么克林顿 希拉尼 奥巴马 拜登 什么索罗斯 这帮孙子 这帮孙子是最坏最坏的 人类时候如果有一天毁灭 一定不是普京 我告诉你 一定是那帮疯子 但是那帮疯子最近遇到麻烦了 你知道吗 就是美国不是有一个独立检察官吗 就已经搞定了铁证如山的证据 美国的上上下都接受了这个证据 就是你克林顿 希拉尼 你这个人 你制造 制造伪证据 破坏美国的选举 然后潜入川普大厦和白宫 然后制造了通俄门 这个事情 你是叛国罪你知道吗 你直接可以把你克林顿跟希拉尼两口子 直接就拿出去给崩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只不过现在是因为美国处在一个左派当家的这么一个天下 所以法院 什么司法部这些个他都没有 基本上已经失去意义了 知道吧 完了以后他们还能活 怎样改变这个困局的民主党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你中期选举也好 你2024年的总统选举也好 你肯定一点息都没有 你再搞舞弊 你搞不下去了 知道吧 美国人后把你吃了 吃了都 所以他们说就运筹帷幄 就设计了这么一个局 是吧 就是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争 是完全是克林顿搞的 这个这个账其实都不是那个神 都不是拜登 拜登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他就是一个打酱油的 知道吗 他的上面有 奥巴马 奥巴马的上面有 有克林顿 有希拉尼 知道吗 根本又不是 那问题是 问题是 普京你是一个有脑子的人 有一段时间 我还觉得普京这个人呢 在对抗这个左倾思潮的 这个这个 这个事情上面 他是有他的价值的 知道吧 他不愿意跟这个 所谓的深层政府 跟这个左风 跟这个变态啊 合作 他有他的价值 他在身上有传统价值的一面 你知道吗 有的 他强调他的国家的属性 我们说的无数次的人 那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国家 这是一个自由选择 但是它是个 目前对于人类来讲 它是个最好的选择 一个人与他国家的关系 它是最好的 最好的选择 人类必须要分散成 很多个国家 知道吧 没有国家的人类 社会是不可思议的 一定是灾难 有一个全球大政府 一定是灾难中的灾难 你没办法 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国家是越小越好 越分散越好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中国也是 一定要拟制其状的 反对希包子的 所谓的统一祖国 统一你妈那个叉 你先把你们家老婆 拿出来统一算了 知道吧 所以真的 这是个最起码的常识 中国人他不懂的 中国人老是觉得团结 就是你们俩 统一祖国是一个好事 统一关你谋事 是不是 不扯远了 这个普京你是一个正常人 你是个有点智力的人 你至少比希包子聪明 为什么你要中招 为什么你要去打 一开始我说实话 我真的认为普京 以他的之力 他至少这个会 这会儿他不应该打 一打的话就等于把美国的矛盾 就美国国内的 伊国州 希拉里的事情 克林顿的事情 拜登的事情 全部都转移过来的 你说现在还有几个人 去关心美国的选举的舞弊 你说现在还有几个人 关心克林顿 希拉里 搞的那些 制造的假通我们 没有人关心这些事情 全部都积交在普京世界上 而且全部的 全世界的 所有人的口水 连我都开始骂普京的 因为他的确疯了 你知道吧 他缺少基本的判断力 但是我昨天说过 普京他肯定有他的 肯定有他的思路 他认为西方社会 这会儿肯定搞不定 我成绩就成果打结 我先把乌克兰搞定的再说 哎呀 低估了深层政府的狡猾 你想想川普总共够聪明的吧 是不是 根本不是深层政府的对手 根本不是那些个孙子的对手 他们的资源太多了 你知道吗 你这个时候应该要有点智慧 应该要学会隐忍 这个时候至少不应该打 结果疯了吧 完了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 这句话还没说完啊 就是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你把乌克兰这个火药桶给点燃 完了以后 你把全世界所有的仇恨 都收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这不是找死吗 是不是 哎呦哎 真是不得了啊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你 所谓的你这个时候搞什么 要和平 欧洲和平全世界 你这个话是一个非常没有水平的话 没有理智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核武器这个东西 它的意义就在于彼此保持一个什么 一个制衡 就是我有核武器啊 你不要动我 你不要以为你有 我也有 你打我一个 我打你十个 是不是 为什么你核武器打一个 你受不了 是不是 再说了 说实话 你普京的核武器的水准 是吧 技术 还有你的南极的水平 你肯定不如人家北约 你肯定不如人家美国 是不是 你打人家欧洲一颗核武器 人家美国人家欧洲 北约给你十颗 直接把你的莫斯科给你平了 直接把你俄罗斯平了 你有你地方大了不起啊 这是个没有意义的话 所以只有一个疯子 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你不觉得有病吗 是不是 所以你就知道吧 他真的是疯啊 我认为啊 就完全已经是 他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啊 比如说他也在电视里面也在讲 他说这个乌克兰是一个腐败政府 乌克兰是一是 是克林顿加州在那里 骗钱的一个工具 乌克兰是一个 是被西方的这个纳粹 他说是纳粹控制的啊 有没有道理呢 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但是你打仗这个东西啊 你光喊这些是没用的 他还是需要战略的 你知道吧 你你你虽然你有一些理由 但是你什么时候去搞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没有 全世界把所有的仇恨 都放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像个疯子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他真的疯了 真的是 哎呦 这个人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 不值得同情 任何时候你你你你 你如果是已经处在一个 实行风的状态 基本上没戏了 谢谢